人家说家庭主妇其实也是一种职业 那我觉得奶爸也算是一种职业吧 我以前当了16年的全职的营养师 那在我孩子出来了之后呢 我就慢慢转型 转到去做亲子教育 甚至到游学这一块 我本来以为说 作为一个营养师呢 照顾小朋友会比较有优势 可是我发现一个小朋友的成长 真的需要太多太多其他的元素了 所以呢我就往这个亲子教育 家庭教育这一块去发展了 希望可以带动一下 爸爸在家庭的那个参与 我觉得做一个爸爸这个身份 不只是要走出去 其实也应该走进来回归家庭 所以除了事业以外呢 也是要兼顾到家庭 还有孩子的教育和成长 我觉得我开创了一条新的路 是之前没有人敢走 想走和愿意走的 我要做一些事情是 稍微让现在的小朋友 可以达到平衡 他能够接触科技的同时 又没有忘记了去接触 不同的文化 还有大自然 更希望说小朋友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 边游边学 然后也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有质量的一个陪伴 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呢 就是小朋友 太 就是课本重复的太多 好书读的太少 路其实走得更少 比方说你怎么去教育小朋友 火山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在火山里面 我觉得现在应该把小朋友所学 所体验的东西 自己用画用文字编成一本书 那才是他的课本 他的作品呢 就会慢慢累积 人生业力也会越来越丰富 所以我觉得呢 小朋友其实应该多玩玩这种 心千里如果生过读完全数 所以我说看书固然重要 但是也要有这个行走的经验 我个人认为呢 幸福是比优秀还要来得重要的 只要有快乐的童年 他就会有快乐的人生 这个是父母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 我叫Dino 吴淑浩 我现在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也是一个文字工作者